九合一选举六都直辖市长选举结果 五党籍柯文哲成功入主台北市 国民党惨贝只保住新北市长一席 由朱立伦连任成功 民进党则拿下今年升格的桃园市 另外还有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的市长宝座 而在六都市议员部分 中国国民党拿下151席 民主进步党则是斩获167席 这次民进党打出从地方开始迎回台湾 选战主轴并推出改变桃竹苗口号 确实奏效让原本蓝天的桃园市 台中市翻转成绿地 民进党党党主席蔡英文也在选举后发表言论 感谢选民支持 选举的结果是一场历史性改变的序幕 未来台湾会走向何方 取决于国内的所有的政党 所有的公民社会的成员 集体的智慧 身为政治人物 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 也就是面对人民力量的崛起 我们只能更谦虚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从地方出发 一步一步把台湾引回来 民进党虽然大胜 但仍表示未来会战战兢兢 扮演好角色 并对选民投下的每一张选票负责 记者整理报道